哈喽,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奇幻电影《马提尔达》。 马提尔达的出生对于父母来说是个意外,对他们来说显然儿子更重要,所以他们一向对马提尔达不管不顾,常常想不起来自己还有个女儿。 爸爸整天想着挣钱,妈妈每天想着打扮出门玩,而哥哥也总是欺负他,所以马提尔达两岁就学会了照顾自己,做早餐对他来说游刃有余,四岁时马提尔达就读完了家里的所有杂志。 他鼓起勇气向爸爸要一本书,爸爸却说看什么书,电视机不就在你面前吗? 所以马提尔达独自上路去寻找书,他在市区找到一家图书馆,从此他每天都熬悠于书记中,在管理员的帮助下他办理了借书卡,他开始把书带回家看,就这样马提尔达长到了六岁。 他开始向往学校,然而父母却一直以为他只有四岁,忘记了要给他报名上学,因此他要惩罚爸爸, 于是他将爸爸的染发液换掉,害得爸爸只能戴帽子上班。 他的爸爸是个靠改装废弃车来挣钱的黑商,完全不考虑改装车是否安全。 马提尔达觉得爸爸在干违法的事,然而爸爸并不理会他的劝说。 马提尔达再次惩罚了爸爸,他用胶水将爸爸的帽子粘在了脑袋上,最后爸爸的头有点惨不忍睹。 一次,爸爸强迫马提尔达看电视,这让马提尔达意外发现了自己的超能力。 在他的意念控制下,电视机爆炸了,爸爸终于决定送马提尔达上学。 马提尔达非常开心,然而校长是个讨厌小孩子的恶毒女人。 只要有人不听她的话,她便会将孩子从窗户扔下来,或者揪着辫子就像甩链球一样甩飞。 但学校也不全然是让人害怕的事,至少马提尔达的老师哈尼就很好。 哈尼老师发现马提尔达的高智商,于是想向校长申请让马提尔达上高年级。 然而被校长以各种理由拒绝了。 马提尔达回到家,父母对待她的态度和哈尼老师形成强烈对比,这让她更加不愿意待在家里。 马提尔达和同学在河边捉到一只荣原,校长去教室查看到底是谁干的,却无意间被整骨喝下装了荣原的水。 校长大惊失色。 一次,马提尔达和哈尼老师回家,得知哈尼老师原本有一个美好的童年,但后来父母去世,而房子也被别人占据。 这个别人正是校长,为了帮哈尼老师找回属于她的东西,马提尔达开始训练她的超能力,渐渐的她的超能力越来越得心应手,可以顺畅地控制刀叉或者门窗。 她在一个晚上潜入了校长家,从窗户外为哈尼老师找回了小时候的玩具,顺便整裹了校长一番,却因不小心掉落的发带让校长察觉。 校长拿着发带审问学校的学生,马提尔达又控制粉笔写字,装作是哈尼老师父母王林来吓唬校长,然后又控制粉笔刷飞向校长。 在马提尔达的鼓舞下,学生们也终于对校长发起了反抗,坏女人终于被永远地赶出了学校,哈尼老师拿回了她的房子并当上了新校长。 而马提尔达在爸妈的授权下成为了哈尼老师的养女,就像父母不喜欢她一样,她也不喜欢父母。 但好在这世上有一个温暖的港湾让她停靠,每个人生下来都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,但我们有权利选择怎样生活。 好了,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再见。